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法派污的保护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点交的情况 如果说假设毕业来讲你已经得标了 那基本上来讲你要做的一件事 就赶快把尾款缴清 迅速拿到权力移转证明书 然后再来赶快去缴税 缴完税之后办好新的土地权状 跟所谓你的新的建屋权状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的时候 我们今天考虑到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 那你的做法是 假设毕业来讲你今天已经得标了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拜领所谓的左邻右舍 也就是说你买下的那边法派屋的上下左右旁边 那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 那当然对面的话也是不错的 为什么要去拜访 拜访不是重点 重点是留下电话与联络方式 那基本上来讲 当这个房子出现大大悄悄打打的情况 或者这房子出现搬家的情况的时候 你请这周围的邻居能够马上打电话给你 你可以赶往现场 这是一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的话 像我有的朋友的话 他基本上比较不善于办法内去 他的做法就是 他就会在那附近住个小套房 可能是在前后左右上下中间的一间 为什么 因为破坏房屋的时候一定会有大量的噪音 他是透过这个方式去保护他的法派屋 那再来有的更神 有的人是通常破坏房屋的情形都是在大白天 因为大白天大概就上班了 没有人注意 那基本上晚上半夜情况是很少 所以基本上只要白天能过到 那晚上的理论上就不会有事 所以就有人会去派所谓的小蜜蜂 站岗 可能是举个例子 拿个牌子啊 尾撑在那里啊 就是预售屋的那个牌子 或者说今天讲一些 有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游民朋友 他也会善加利用 反正重点就是在那附近站岗 那重点在哪边 重点是当你一知道有破坏的情形的时候 马上联络你 你到场 在同时你也联络警方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重点在哪边 重点是 基本上如果屋主 就算原屋主 他所附着的部分 像铁窗啊 铁门啊 铝门窗啊 那些东西都他不能带走的东西 甚至他的装潢部分 也是他不可拆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这些附着物是属于法定 法拍的 法拍的 拍定人 所以基本上来讲 那你就可以用你的权装 然后去主张 物主毁损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所谓的窃盗 那介于遏止 他再进一步的破坏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把牌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